哈喽姐妹们今天告诉大家咱们家这个小绿毛什么时候用是最好的啊 就是你早上起来洗完脸之后用 要么就是你晚上卸完妆之后再用 因为这时候呢你的毛孔是张开的 而且你脸上没有任何的护肤品 因为你涂了护肤品之后你的毛孔就已经收缩住了 护肤品已经毛孔都已经堵塞住了 全部都那个都堵住它了 所以说你再用这个小绿毛去吸这个黑喉的时候啊 它效果不如你那个素颜的时候没有用护肤品的时候 好所以大家用的时候呢 一定要早上起来用 或者晚上睡觉之前卸完妆之后再用啊 一瓶能用好多次 我这个都用了 都用了得七八次了 然后里边还有好多 脸上也可以用啊 全眼也都可以用 全眼用也行 好了就这样等上15分钟 好了下面吧15分钟到了啊 咱们现在给它接下来 我用15分钟的时间拖了一下地 拖了我一身哈 太热了现在这天气 好了 我把镜头反过来 大家看看效果啊 好了姐们们 镜头反过来 大家看一下啊 看这一颗不在大黑头 看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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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小的也都下来了 看 这个很恶心 如果大家草莓鼻的 有黑头 可以去试试啊 看看 好了姐们们 现在把那个小绿毛 接下来之后啊 把你鼻子洗干净 涂一下毛孔收缩液 因为你吸毛孔的时候 吸黑头的时候 毛孔一直是那个张开的 用毛孔收缩液液一下 它毛孔就收缩住了 看我现在 你在去找我的视频 第一条视频 我一开始用小绿毛的时候 看吸下来多少 现在吸下来比之前少多了 姐们们 大家有需要小黄车去拍啊 真的老好事了